大家好,又到了美洲特价时间 日前有市场专家分析 受疫情影响,超市实施社交距离 员工添置防护装备 收银台安装防护板 还有准备的清洁产品等 都给超市带来了额外的成本 所有这些开支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为此提醒民众做好食品涨价的心理准备 此外,由于增加了额外成本 以及劳动力短缺 BC省三分之二的果农承认 今年的水果产量被迫减少 水果供应量相应下降 价格则有可能上涨 这一周的价格会是怎样呢 个人最大的感受是 天然清明的苹果 一下子离地了 从一块左右串到两块多 平时没有一天少过苹果 不会有一天连苹果也吃不起吧 还要提醒的是 斑点虾进入尾声了 今年吃斑点虾应该是最爽的 这一周各个超市都卖16块钱左右 Hmart还卖出了14块9毛8 爱吃抓紧时间 否则就要等到下一年了 Freshcore推出了每磅1块9毛7的鸡 算下来一只鸡也就6块多一点 这样的价格也没有高到哪里 蘑菇每磅2块7毛7 不论白色还是棕色 都是相同的价格 看到这个价 爱吃蘑菇的人应该是开心的 PriceMart眉头瘦肉 每磅2块9毛8 这个价格很吸引人 大清早就只看见招牌 里面空空如也 人们心里都是有数的 大筒划的鸭 每磅1块9毛8 一只鸭7块多 后来才知道 U级有可能缺只腿翅膀什么的 上次买了鸭 就缺了一只翅膀 有可能的话 挑选使用手摸一下这些位置 瘦肉每磅2块9毛8 光顾着真不少 只剩下两盒了 真是手快有 手慢无啊 今年的飞子笑 真是吃到笑了 从上市到现在 已经一个月了 一直是每磅2块9毛9 也是进入了尾声 过了这一季 又要等一年了 沃玛的排骨 每磅3块6毛8 或许平时会的这个价格 不以为然 但在大涨价的势道下 这是很清明的了 H Mart的鸡汤 每罐8毛8 这是不是温哥华最低价 不敢说 但确实好久 没有看到这样低的价了 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这蒜头了 还记得一个月前 这里曾经卖过每袋7块9毛8的高价 现在竟卖4块9毛8两袋 蒜头最高价 最低价 都出自这里 平时 风带超市可买的东西挺多 看什么都合适 有时不知该买什么了 这一周 看上眼的就这个哈米瓜 每磅9毛8 价格是不错 但瓜有点大 担心一时半会 吃不完呢 Safe on food的里脊肉 比平时便宜了5块 每磅3块9毛9 那是很划算了 看买菜的人 几乎都拿了一包 刚补完货 又拿得差不多了 Safe way的鸡蛋 一盒30个 每盒4块9毛9 只有标牌 路过的人 好像都是冲着那鸡蛋去的 看着那空位 只好摇摇头 无奈离去 走进Superstore 看到这个多年不变的低价鸭 都是每磅两块 有了些许安慰 再怎么涨价 起码还有这只鸭陪伴 还有这多年不变的香蕉 有机的每磅8毛7 普通香蕉 每磅6毛6 这价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记忆中 好像就没有变过 不管怎么变化 只要有不变的东西 心里就踏实 好 我们下期再见